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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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AQ 今天來一趟鐵道之旅 台鐵在全台灣有很多的小站 很容易被大家忽略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是搭自強號 或者是普悠馬等這種 特級列車啊 小張咻一下子就過去了 連看都沒看清楚 這次呢帶大家到 花蓮的和平車站 以及到宜蘭的漢本 這兩個小站 我們來開箱一下 看一下周邊有什麼旅遊景點 我搭的是642車次菊光號 他是早上台北到和平 唯一的班次 將近三個半小時的車程 做一罐自強號的我 這時間有點不適應了 我發現和平車站的地下道很長 應該是我體驗過最長的 有沒有鐵道迷跟我說一下 有比和平車站還要長的地下道嗎 和平車站是一個二等站 簡單說 古悠馬 太魯克號是不會停靠的 小部分的自強號 許光、復興以及區間車才會停靠 二等車站的大廳 該有的都有 售票窗口、鐵路警察局、販賣機以及廁所 當你出站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一個社區巴士專用的停車格 這是澳花部落的社區巴士 免費的喔 如果要去澳花瀑布可以搭這個車 來到和平車站有兩個景點一定要去 一個就是澳花部落的澳花瀑布 你可以在這邊搭乘社區巴士 到澳花部落再走過去 澳花瀑布呢 我應該會找冰小雨一起去吧 另一個就是台尼達克園區 他就在車站的隔壁而已 走過去就到了 我們就先去台尼達克園區吧 車站前面這條大馬路就是蘇花公路 你就可以看到台尼達克園區的指示牌 總之呢就是出站往右走就對了 我們到了走過來三分鐘而已 沒有很遠 園區還蠻大的耶 而且我還發現這裡有電動車的充電站 這個園區很新穎喔 才剛建沒幾年而已 剛才我問過服務人員 停車是免費的 那這裡也有進駐7-11 甚至連星巴克都有 這裡給我的感覺就像是個休息站 當你開車的時候 無論你是走舊蘇花還是新蘇花公路 一定都會經過這裡 感覺就像是高速公路的休息站 這個地方就是台尼達克園區的廣場 左邊是星巴克 前面是7-11 右邊這一棟呢就是在地小吃美食 和平是花蓮的最北端 居住在這裡的居民以太魯閣族為主 園區的秘密達克是太魯閣族羽裡的遼望 一集遼望和平 如之前所提到 和平是行駛蘇花公路必經的地方 自從蘇花改通車之後 到花蓮更方便了 相對經過和平的旅客也增加了 把原本水泥工廠的一部分用地 改造成滿滿是藝術的休憩園區 讓過往的旅客免除周車勞頓之苦 對了 星巴克的LOGO可是眾多遊客搶拍照的地點啊 大卡園區每到整點的時候都會有水舞秀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你也可以到他們的願景館 去了解他們的永續發展 好 我們的時間差不多 搭下一班車到下一站 漢本車站看百合花囉 等一下我會搭乘4207車室的區間車 4點24分到漢本 和平車站的地下道真的很長 我們可以看到和平站的下一站 一個是河人 一個是漢本 所以沒有很遠 一站就到了 就到了 这里是汉本站 它是三等站 只有区间车会停靠 其他车种都不会 再加上东部的区间车班次很少 也就是为什么汉本站 一年旅客上下车仍是很少 没有特别的目的的话 还真的会忽略汉本站 汉本车站有一个季节限定的景观 那就是百合花 汉本车站周遭种满了 三千多株的百合花 仰赖于站长亲自栽种 汉本车站虽然是小站 但它也有地下道 我们先出去看一下 车站的外面有什么东西 这里就是汉本车站的内部大厅 你可以看到算是一个小而美的车站 它也有售票口 只是现在我们都是用电子票针刷进站了 车站大厅里面有一个旅客留言板 你可以在这边留下你的名字 到此一游 汉本车站前面这一条路是旧梳花公路 自从新树花公路开辟之后呢 这里的车流量就更少了 如果没有百合花的话 我还真找不到理由来到这里 我们进入车站里面看百合花 你就跟站长讲一声 它就会让你进来了 不过有一点要注意哦 不要走到铁轨上 在草皮上看花就好 哇 哇 这整个草皮都是百合花 好茂密啊 走到最里面 你有没有看到 量真的很大 喜欢百合花的朋友 一定要来到汉本车站 哇 超多的 这里的花真的是太多了 震震的花香扑鼻而来 连我戴着口罩都闻得到 还有这里的赏花品质 真的非常好 稍早之前我也有看到一些游客 来这边拍花 不过人不会很多 拍照不用排队 包场咯 天色渐渐暗 今天的铁道之旅就到这里结束咯 如果你本身喜欢花 也喜欢火车的朋友 汉本车站就给你参考了 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都会造访一些有特色的小站 那如果你有什么口袋名单 也可以推荐给我 有空我就会过去 汉本车站每年5月都会有百合花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